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 貂蝉目前最好看的两款皮肤分别是金色中夏夜和猫影幻舞 那么貂蝉最好看的两款皮肤 它们的特效对比有何差距呢 今天我们就来对比看看 首先说说出场动画 自然是猫影幻舞的效果更精彩更好看一些 而半身像就是五五开了 两款皮肤游戏中的造型对比啊 金色中夏夜身边有蝴蝶一直绕着飞行 而猫影幻舞则有类似花瓣的特效出现 这一点两款皮肤也算是各有前求吧 两款皮肤的待机动作也不一样 就动作来说吧 也是五五开了 维城特效对比 维哥觉得金色中夏夜的特效会更好看一些 毕竟中夏夜是传说级的星源皮肤 而且初始价格会比猫影幻舞贵一点的 走路动作对比 两款皮肤是一样的 但是衣服的效果不一样 猫影幻舞有花光的效果 而金色中夏夜则有金黄的蝴蝶跟随 维哥觉得猫影幻舞的效果会更好看一些 普攻子弹对比 金色中夏夜的子弹就是金黄色的球形物体 打到敌人身上后会有蝴蝶剑射的效果 而猫影幻舞则是类似水晶一样的子弹 打到敌人身上 水晶有碎裂的特效出现 子弹的特效自然还是猫影幻舞的更好看一些 一技能特效对比 金色中夏夜的特效就是一团金黄色的球形物体 而猫影幻舞则是面具 而且脱尾效果在细节方面也比金色中夏夜更好看一些 两款皮肤技能打到敌方英雄时 敌方头上的标记也是不一样的 猫影幻舞的是六角形的标记 金色中夏夜则是蝴蝶的标记 二技能特效对比 金色中夏夜施幻瞬间 有金色蝴蝶的图案在原地出现 而猫影幻舞则有类似波浪的图案出现 三技能特效对比 虽然金色中夏夜的效果已经很不错了 但和猫影幻舞对比的话差距就很明显了 猫影幻舞大招特效看起来是有一点立体感的 最后总结一下 两款皮肤的特效来说 维哥觉得猫影幻舞会更好看一些 而金色中夏夜在肥城特效上会比猫影幻舞好看 总的来说猫影幻舞会更胜金色中夏夜一些 毕竟是新皮肤嘛 更多皮肤对比记得点击关注 我是维哥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观看 别吃观看 MK